您好 欢迎收看3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在今天举行了2021花莲好境竞载回篮体育活动联合记者会 县长徐政卫宣布花莲县县长杯 花莲县乐活杯 花莲县主办各项全国赛会 全国单项协会仪式到花莲举办全国赛会等97项竞赛活动要盛大展开 县长徐政卫亲自授旗给即将前往宜兰参加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的代表队选手 也预祝代表队能够齐开得胜 近年来国人运动风气兴盛 多项体育赛事蓬勃发展 而在花莲县长徐政卫的带领下 花莲县近几年在运动赛事上的成绩皆有亮眼的表现 并且进一步将运动结合观光 争取办理各项大型赛事 如109年在花莲举行的全民运动会 吸引了大批观光人潮涌入花莲 为地方各项产业挹注活水 所以今年有非常多中华民国各单项的协会的赛事都会在花莲来举行 而为了筹办我们明年的全中运 除了我们去年在28个场馆我们全面的整修以外 今年对于全中运的这个硬体的场馆 我们也会在这个下半年开始启动 而我也要谢谢各单项委员会的主委能够全力来配合 当然现预算以及中央 极力我们极力向中央争取的我们的金费 我们也希望议会能够全力来支持 让我们花莲培养全国中华民国运动摇篮的基地 能够在设施设备能够影响国际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来参加 无论是我们的授旗典礼 或者是迎接97项赛事 即将有上万甚至10万人以上来到花莲比赛 我相信运动结合观光 让大家认识花莲 体验花莲 留在花莲 漫游花莲 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3月19号 到22号在宜兰县登场 也相信每位选手都备战已久 徐时待发 徐县长也齐勉花莲县代表队的选手们 秉持运动家圣不交败不哪的精神 展现自信与勇气 也预祝大家都能夺得夹击凯旋而归 突破花莲县上届26金26银21桶 以及大会总锦标第二名的夹击 再创花莲体育竞技的新高峰 擦亮花莲体育大县的金字招牌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